我今天要講的是這個主題就是關於緊張 我現在 首先 首先我要先謝謝焦點 我今天是第二次來焦點 然後上一次是11月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以前就知道了 可是突然那一天中午就看到這個活動 然後而且是禮拜六 然後我就突然就想要報名了 然後就找到月亮的電話 然後我就打來 然後說很不可以報名 然後當天晚上就過來了 所以有人是能進來交點這個地方 然後大家不認識我 其實我很喜歡唱歌 可是先不要說唱歌 然後可是對於講話 可是我一直很想要講表達 可是就是很容易很緊張 所以可是我現在坐著這個位置 然後是自己很孝頑 然後又有曾經有幻想過 可以很自然的講話 然後就像是這三點 就是我跟第一次的 第一次跟一個人陌生人講話 或者是不知道如何思想的時候 就會很慌 然後所以我從 可能在後來的求學階段 有社團 還有就是也去參加一些 康福社的營隊 就是有瘋狂的跳過帶動跳 然後或者是參加 ISAC海外成長計畫 去中國製造 然後後來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去參加那個GIA的夢想競賽這樣 首先我講我眼中的我 前面這兩個點應該是講國小 或是還有高 國中還有高中的階段 然後我覺得我小時候非常內向 甚至現在還是會有一些 然後可能就跟於原生家庭 或者是管教 讓我覺得非常的挫折或是害怕 然後一直到了大學開始有一些轉變 我第一個參加的社團是康福社 然後就覺得帶動跳好好玩喔 然後可以去跟小朋友玩 然後就是就是那個快樂 後來就是我是讀素德運管系 然後我們同學就是有開始讀戲學會的幹部 所以我就也跟著同學一起到路拉丁的戲學會 主要的工作就是執行秘書 當然會一記錄啊 然後跟著社團跑 然後後來就是在我快畢業的時候 去了學生會 也更在社團裡面活絡了一些 就因為就是自己想要去表達 還有跟著人群 然後人群接觸把自己想要一次一次的 可以更有膽量一些 所以我在未來的大學階段的時候 有很好記條路 然後我選擇自己想要去讀人之所 就是也是跟人有關係 所以後來我進入了高音大的人之所 就讀兩年 那在讀兩年之內 可能就是跟我原生想的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比較學術性和研究性的 除了學術以外 我自己還是沒有放棄跟人接觸的那些機會 所以我在高音大的時候 有進去國際志工社 雖然我不是去他們裡面的參加志工 我是後來去文藻 看到ISEC海外成長計畫 我去申請 然後有 然後再來就是出國去中國這樣 等一下會講得到 那這大概是我覺得從小時候到現在的我 那 別人眼中的我常常聽到 他覺得淑芳是一個很溫柔的人 或者是感到很有親和力 或者是誠懇的人 可是他可能自信不太夠 然後還有就是我自己也有感覺到就是可能心地太殘存會被拿騙了 然後還有人說可能善解人一把 因為他們覺得我是一個很適合傾聽的人這樣子 然後熱心的話可能就是我會喜歡在社團當中的那些表現 接下來講鏡子的我 因為常常有人說如果沒有自信的話 對著鏡子練習吧 然後就是我試過在鏡子裡面的我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喜歡微笑的人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興趣喜歡唱歌或者喜歡旅遊之類的 可是我還是會很害羞 但是表達這件事情我一直很想要做 然後關於表達 那我現在是今年應屆從人之所畢業 那其實我對於求職這方面呢 其實從今年三月就開始在尋找 那因為可能又是學術研究了一些關係 然後過了六月到八月左右才畢業 所以自己在那個求職的部分 雖然有不斷的在摸索和尋找 只是錯過了那個黃金階段 所以就是後來比較難 然後最近剛結束了一個短期約聘的工作 就是三個月 那我的志向還是沒有變 就是還是希望善得到人資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表達對我來說還蠻重要的 接下來這幾個點是我大概會講到的主題 那關於剛剛在自我介紹的那些 月亮有講到舞台 上個禮拜的那個舞台的那個主題 那我就用舞台來講我過去的一些景地 首先要講並存的力量 就是剛剛自我介紹有講到 我自己自我介紹有講的 然後舞台的話就是從我 剛好都是每一年每一年 第一個就是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是2012年 然後去參加一個GR十七屆的夏季高官會的夢想計畫 第二個就是2013年我研究所一年級寒假的時候 去參加中國製教 再來就是今年我參加一個服務人文體驗裡 然後我就是在充電會的時候上台就是自願的時候 我想要去當主持人 雖然就是有點可怕 那我要開始講第一個就是病程的練習 首先我要講的是就是有一本書就是 是一個心理諮商師叫哈克 他寫的那個名字叫做自己還是做罐頭 勇敢挺自己的第一堂課 他裡面有提到病程的這個東西 然後在我今年24歲的時候 我終於給自己一個影片 然後在最後面的時候 我就套用了病程的練習 我就覺得告訴我自己說 我常常感覺自己不是很好 可是有很多人他們常常說 其實我很好 也被他們欣賞 那其實我也後來更新裡面的自己說 我要好好謝謝自己 這麼辛苦 或者是這麼 我可能會很沮喪 可是你也很熱衷的去投入啊 去改變這樣子 那下面那一句是 就是實在諮詢師跟我說的 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高雄有一個 就是高雄ys的地方 然後我在這裡好像我有看過 這一位同學在那個ys有看過你 就是我 就是我 輔導我的諮詢師 因為我 前陣子一直在就是 做履歷見證 然後一直修復自己 要去面試的東西 那他不斷的鼓勵我 我從這一年來 對我來說改變很多 除了是就業啊 或者是在畢業這個東西 都讓我 經過很多一些需要挑戰的東西 然後 這塊諮詢師 諮詢師 請問一下 是嗎 等一下五分鐘可以進去 哦 好的 等一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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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 有時間了 然後 呃 他帶給我的力量很大 是因為 呃 他就像是 可以就是把我心裡面就是 可以不斷的去釐清的東西 他就是 他其中一個信跟我說的 呃 他說 要謝謝你這麼 呃 自己能好好用力的哭一場 其實我是一個很感性 或是愛哭的女生 那 要好好地沈澱自己的情緒 也是愛自己的一個重要的表現 那 最下面三句話就是我在 嗯 摘藥裡面寫的 呃 也是他分享 他又說 呃 你打掉了自己 你可以就再重檢 那你推出去別人給你的肯定 你還可以再自己拉回來 那 你覺得軟弱的是俗方 那其實 你想要追求有力氣的也是俗方 那 你很柔軟很好 那 你很堅強也很好 兩個都是俗方 兩個都很美好 然後接下來介紹我第一座舞台 在這舞台的那個難忘的經驗 就是2012年5月的時候 剛畢業旅行結束的時候 就去週三大學參加這個 呃 一個夢想的競賽 然後就是他就是隨便組隊 都不認識 然後 後來 我們就一路 從出賽複賽到決賽 到決賽 進入決賽 呃 就是那個組原本有四個人 然後到最後變成兩個人去決賽 我也不曉得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那個機會到決賽 真的超級難得 因為 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那麼大的舞台 然後 是在國父紀念館 然後 我記得那一屆台下的評審有 嗯 朱平啊 還是主持人是那個王文華 我就覺得 天啊 台下好多那些大專業校的學生這樣 然後 我們的那個植夢計畫是叫那個 那個 夢日 夢想飛行員 主要就是放氣球 嗯 主旨是因為 就是覺得人與人之間 那時候覺得 可能有一些距離 或是像我 可能會啟發說 不敢跟家人說的一些話 然後我們希望透過一些紙條 放在氣球裡面 飛到可能很遠很遠的地方 像是天外流亭的那些概念 就是有這樣的夢想 這樣子的計畫 然後就是從福賽 福賽 最上面中間 第一排 第二個是我們在福賽的時候 的一個展報 然後 那個時候評審有那個 宅神 朱雪兒 然後又跟他照相 然後又跟他照相 他講評非常的嚴厲這樣 然後 再來就是我覺得非常難忘而驚豔 就是 這有點蠢蠢的照片 就是第三排的那個 中間那一張 我就頭上帶來氣球 然後 我們主要的概念就是 像這個工作人員 他帶了很多氣球 然後挑到 可以挑到外 世界外地 那其實這個 其實在世界上 有曾經發生的那個新聞 有去證實 那可能就是 因為我們的想法 可能不太夠具體 所以他實現的幾 那個幾率的話 會比較小 第二個舞台的話 就是我在 喔這個照片 我覺得好好想 所以這個地點在四川 然後 然後 我去一個偏遠的山上 然後 是一個中國的一個大學生 好好拍的 左下 右 右邊 下面那一張圖 是我在四川的時候 指教 然後 他們在審核的時候 會帶我們 就是 要有交的客戶 我交的客戶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唱歌 我就叫他們唱音 唱歌 然後是音樂客 然後是音樂客 再來我就是 剛好我把我 氣球的那個夢想 帶進去 教小朋友 所以那個 那張圖上 小朋友就是畫 他們心中的那些 氣球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除了我去四川以外 我剛開始是 接到天津的那個 BISAC的地方 所以我們前幾天 是在天津跟 海外的交流生在一起 就是有一個Gathering的Party 我覺得這是好酷的 一個感覺 然後 另外 是 我到 我從天津的飛機 機場下塌之後 到四川總共 坐了三十三個小時的火車 在 那個 天津到四川的路上 我覺得這是太crazy的事情 然後 現在好像沒有那種綠皮車 因為我們其實過了大概三天三夜 就是坐那個很硬的火車這樣 然後 我記得我聽到兩首歌 讓我覺得很想加 就是那個SHE的候鳥 它在凌晨 欸 早上六點的時候突然播放了 讓我覺得二號熟悉這樣 就是在異鄉的地方 然後 然後 在四川的地方 又要穿雪鞋 然後 大概是零到八 可能 那時候就是沒辦法洗澡 就是讓我覺得 太奇怪了 這是一個挑戰 最後一個舞台 我要分享的是 在 今年一月的時候 我去參加了 嗯 在這裡 嗯 就是它是一個很殘酷的一個營隊 然後 就是 光幕名其妙就是 在裡面 他們被光了三天兩夜 然後 它就是要一個幕後 然後 讓我覺得非常的奇怪 不曉得有沒有人騎過 然後 我剛開始進去的時候 覺得很像是那種 呃邪教吧 為什麼 對 可是後來就是 有激發我們 團隊的情感 呃 因為就是 不要只是想到自己 那在裡面讓我們 學到就是 嗯 就是 有點忘記 可是 就是要認真的做 對得起自己 然後 也不可以辜負你身邊 就是愛吃你的人 然後 後來我們就是 就是它這個活動之後 要有自己去執行一個營隊 然後我們的營隊 就是去九份做一個專案這樣子 這是我們團隊的照片 嗯 就是 然後這大概是我 以上三個想要分享過去的一些經驗 最後呢 呃 有一句話我想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 我也提醒了自己 就是 雖然 可 就是別人急著找答案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呃 如果你現在會有一些困惑 或者是一些疑慮 但是 呃 請你要繼續走 可是不要輕易的停下來 那 這些 會讓你持續動力 然後 雖然有些答案可能 不容易找到 可是 你不要忘記自己的初衷 嗯 謝謝大家 謝謝